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 虽然说今天很多人依赖文字和影像来沟通 比如说发个微信聊个视频 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场合 你必须直接面对成百上千个活生生的人开口说话 我想问你 在这个时候你会有害怕的感觉吗 或许你一向行事低调 不爱出风头 但是出尽风头处处赢得掌声的发言技巧 这本书的作者迈克尔波特却认为 人人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 因为每次你和别人的互动都是一场表演 无论你是在会议上发表意见 还是面试一个职位 甚至和人约会 也不管你手上有没有麦克风 你其实一直都在表演 想想看 他这样说 好像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本书就是从表演者的心态开始讲起的 它能够激发你的心灵 启发你的行动 让你呢 在心理和情绪上做好发言的准备 为了能够达到这种心理状态 你需要有更强的表演欲望来压倒对失败和批评的恐惧 什么都别想 千万不要觉得有人会对你指指点点或者是在背后嘲笑你 你的声音必须铿锵有力充满自信 而且啊 你还得明白如何扮演正确的角色 一旦你掌握了表演者的心态 你就会对表演这两个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大出风头 才能使得自己拥有更好的机会 这个时候啊 你就会克服对舞台的恐惧 在公开发言的时候举重若轻 挥洒自如 成功发言第一步 回归真我 怎么回归真我呢 表演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啊 就是独特的个性 想想看 聚光灯一打到自己身上 心里是不是就开始砰砰乱跳啊 这个时候啊 人往往不由自主的害怕起来 忘记了自己真实的一面 也许你就会不经意的去模仿 别人在那种情形下的反应 而不是表达真实的自己了 这样一来 连自己的内心也会觉得 嗯 我就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 那怎么能不乱套呢 还有很多人啊 在说话的时候呢 太想表现他们专业的一面 总是羞于谈到自己的生活 事实上 讲述自己的故事 其实更能增强一个人的自信心 让你心里不再犯嘀咕 这个办法呀 迈克尔自己也尝试过 他曾经呢 有一个学生叫罗莉 这个姑娘啊 平时的个性呢 是非常文静拘谨的 他喜欢埋头在数字里 完全没有那种呼风唤雨的 演员的气质 他很害怕公开发言 所以呢 参加了迈克尔开办的演讲课程 在讨论课上的时候呢 罗莉战战兢兢的 站在讲台中央 声音细的 就好像蚊子在叫 而且啊 在他说话的时候 手里还一直抓着提词卡片 瑟瑟发抖 当迈克尔悄悄地溜到他身后 把卡片给拿走的时候 还听见他呀 轻声抱怨了两句 这种感受 也许你也有过 没有提词卡 其实是一件好事 心里没有指望了 也就心无旁骛 索性啊 跟其他人讲述 自己有多么害怕公开发言 让每个人听到 他的声音对他来说 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也是他有生以来 头一回向别人吐露心地的秘密 这不是很珍贵吗 罗莉分享说 小时候有一次 他试着要大声地表达自己 却得来了母亲 当面的一记耳光和奚落 没人要听你说话 从那以后 他便闭口不言 这样的沉默 居然持续了四十年 这种内心的伤害和刺激 影响力就有这么强 最后在这堂 有专业演说家出席的讨论课上 只有罗莉的演说 让教室里的人潸然泪下 罗莉把自己从过去的阴影当中解脱出来 释放了属于他现在自己的声音 从而克服了恐惧 你看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并不需要添油加醋 更不是要成为其他什么人 而是在你开始听信他人对你的看法以前 回归自我 勇敢地表达你的内心 在合适的条件下 谈认自己的弱点反而会让你更接地气 你和想要表达的内容之间也会建立起更深层的联系 也只有坦然地接受自我 你才能够成为有声更有情的演讲者 其实小时候呢 我也很害怕当众发言 有时候上作文课 如果老师要求我走上讲台 大声地朗读自己写的作文 这个时候啊 我就觉得自己两耳发烫 那声音呢 也是几乎在发抖 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 我就特别想要挑战一下自己 想试一下看 自己究竟能不能够克服这种紧张的感觉 于是呢 我就报名了 在报名之后和即将迎来演讲之前的那一段时期啊 我觉得我只要因想到这件事 心里就特别的紧张和害怕 害怕到什么程度呢 感觉自己好像肚子都快要疼起来了 后来我就想 嗯 这样可不行 不能让人看笑话 我得操练一下自己 于是放学的时候呢 我就留下来 等到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走上讲台去感受一下 站在上面讲话的感觉 你别以为桌椅板凳都是空的 人就不会紧张 可不是那样 因为啊 一个人如果总是习惯从一个角度来生活 那他换一个角度呢 总是会感觉到有些不适应 那我就从坐在座位上的这个视角 换成了站在讲台上往下看的这个视角 我就在这个让自己感觉很不习惯的位置上 把要演讲的内容背上了好几遍 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也是觉得心慌慌的 可是后面几遍就流畅多了 那你也许会说了 模拟和真实的现场 那可不是完全一样的 没错 等到真正开始演讲的时候呢 感觉肩上就好像背了一座山 在那么多眼睛的注视下往上走 浑身都不对劲 这个时候啊 我就开始给自己打气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还不如站得稳一点 眼睛看得大胆一点 声音发得清楚一点 这样一想 我就淡定多了 好歹啊 我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就这样开始了 讲着讲着 我就忘记了周围的环境 忘记了很多之前的顾虑 因为我一心在想着 自己下面要说的内容啊 很快我就讲完了 当我从讲台上下来的时候 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在回味 刚才的感觉 好几天都处在兴奋的状态中 好多和我一块从小长大的小伙伴 都不无诧异的说 真没想到 你会去做一个 以说话为职业的人 还记得小时候的那个你 不是挺害羞的吗 成功发言第二步 理解角色的变换 要成为一个表演者 你还得明白一件事 你可以像变色龙一样 灵活地变换自己的角色和行为 这听起来 好像有点分裂啊 难道我又要回归自我 又要像变色龙一样吗 有一位作家 菲茨杰拉德说过 脑子里装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 还能正常运转 这是智力发育良好的表现 所以啊 拜托先把这件事 记在脑子里 要相信自己 你绝对能够在 不丧失真实自我的情况下 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想想看 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者 和各界杰出人士 都明白 怎么去表演不同的角色 而又不丧失真我 这种能力啊 让他们在形形色色的人群 和环境当中 是如鱼得水 比如说 苹果公司 现任首席执行官 比姆库克 他在史蒂夫乔布斯手下 担任首席运营官的时候 就已经熟练地 扮演了多种角色 在出任苹果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以后呢 他又得学会 扮演新的角色 尤其是担任公司的 公众发言人 和品牌领导者 这一度都是史蒂夫乔布斯 所扮演的角色 而在2014年10月30号 库克又承担起了一个 了不起的新角色 让全世界和他产生了共鸣 这是怎么回事呢 库克做了一件商界领袖 很少做的事 他宣布自己是同性恋 并且对着全世界说 这是上帝给他最珍贵的礼物之一 他深知自己因为在 苹果公司的身份 而被万众瞩目 保留一些个人生活的空间 这本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啊 库克看到了自己职位的价值 尤其是作为一家 全球技术品牌的 白人男性首席执行官 他有机会成为一个典范 从而去激励 安慰 甚至是保护其他人 他这么做 同性恋的社群投资者 和商圈消费者 还有零售商 国粉 媒体 甚至是政治和宗教界的领袖啊 都纷纷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而库克说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活动家 但是我知道 自己从别人的牺牲当中 得到过多少恩惠 如果 苹果的首席执行官 是同性恋这个消息 能够帮助其他为自己的身份 而奋战的人 能够安慰那些 感到孤独的人 或者能够激励那些 坚决维护自身平等权利的人 牺牲我个人的隐私 也是值得的 你说 库克是不是一个 出色的扮演 多种角色的绝佳案例呢 我们所说的 出色扮演角色 就是给你一个舞台 你设法去适应它 并且让自己大放光彩 这一切都建立在 你是谁 你代表谁 你已经做了的事情之上 当你出色地扮演了一个角色 你的表演就会令人幸福 因为啊 这个角色也同时是真实的你 这些思考 把我们带到下一个问题 该怎样扮演 你想要扮演的角色呢 这个角色 需要你表现出什么东西 你怎么准备自己的表演呢 成功发言第三步 如何扮演你想要的角色 演好一个角色的黄金法则 就是放大你个性中 与之相应的部分 同时呢 淡化其他的部分 当然 具体的方面呢 还要取决于职业环境和个人条件 本书的作者迈克尔 以前的工作中 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十年前作者离开演艺圈以后 开始寻找人生的下一站 他是一个健身狂人 刚好啊 听说有个地方在招聘 团体健身项目经理 他觉得 哎 我挺适合这份工作的呀 嗯 如果我要去应聘的话 难题只有一个 没有任何这个职位 需要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证书 那他怎么做呢 为了能够打动人力资源部门的总裁 迈克尔先用他表演训练的方法 去想象自己已经成了最完美的团体健身项目经理 他的脑子里啊 满是新鲜的点子 他还从自己的人生履历里 找到了那些能支撑自己胜任职位的相关经验 就这样 他在脑子里预演了自己的面试 找到了自己和公司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把团体健身项目 变成公司最能盈利 最有趣的业务 他还给自己啊 打了这样的一针鸡血 来暗示自己 嗯 如果我拿不到这份工作 我就揭不开锅了 而且啊 凡是有自尊心的女人 都不来跟我约会 就像迈克尔所计划的那样 他和部门总裁侃侃而谈 向他大聊自己演艺生涯的成就 并且解释自己打算 怎么用演技和剧场的经验 来把健身课程办得有声有色 总裁被打动了 迈克尔在面试的精彩表演后 拿下了这份工作 过了不久 他又得到了另一个机会 公司想给他加薪五千美元 但是条件是 让他连带管理另一家分店 他感谢管理层给出的待遇 但是谁都没想到的是 他婉言拒绝了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个算法很不对头 他的工作量加倍了 但是薪水啊 只上涨了一点点 他的回应让管理层很吃惊 但这一行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为了挣钱 常常总得吃点亏吧 但是迈克尔这回 扮演了一个生意人的角色 他写了一份材料 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那可是一记险招 他问老板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 未来三个月内 我完成哪三个目标 最能让你高兴 老板回答说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于是他又问 嗯 我们来做笔买卖吧 我会接下第二家分店的活 但是如果我在三个月里 做到了你说的这三件目标 你就付我双倍工资 如果我做不到 我就回来拿这五千美元 话音一落 房间里一阵沉默 然后爆出了一阵笑声 甚至带着一些讥讽 但老板们还是同意了 心里暗想 他绝不可能成功 你也知道啊 如果最后这件事 不是完美收场 我们也不会拿出来说了 对不对 我们的作者 工资果然翻了倍 又过了三个月 他容生部门总裁 薪水啊 又涨了一次 仅仅上任六个月 他就被升值两次 工资也涨到了最早的 几乎三倍 在他这个案例当中 他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关键步骤 首先你要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终极目标 和追逐他的动机 决定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 并且用想象力 去遇见自己成功胜任的样子 然后从你的人生履历中 找到合适的内容 去进入这个角色 找到自己的声音 然后啊 对这个职位做一番研究 冒巨大 但是可控的风险 给出看似离谱的承诺 并且悄然实现它 要是能做到这些 你的表演和发言 也就差不多成功了 成功发言第四步 如何粉碎恐惧 你或许会说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像作者那样 意高人胆大 所以你还是会在 公开的场合和压力之下 发言的时候感到害怕 这也是很正常的 很多研究都会说 人最害怕的事情 是公开发言 第二怕的才是死 听起来没错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去参加葬礼 让你置个道词 还不如让你 干脆躺在棺材里舒服呢 我们每个人内心 其实都有一种恐惧 害怕自己看起来很蠢 怕犯错 怕失败 甚至怕别人看到 自己的紧张 但是啊 最害怕的 还是被人批评 取笑 但是有一点啊 我们不必成为自己 最糟糕的批评者 让我们来看一个 新进的流行歌星 火星人布鲁诺马尔斯 是怎么对付这种难题的吧 这位流行歌星啊 被选入了2014年超级晚 中场参演的名单 在这场最受瞩目的表演之前 网络媒体上 爆发了声势滔滔的讨论 有些人嫌弃马尔斯 说他不过是个 娃娃脸的小角色 根本没到上这种大舞台的时候 竟然把他爆棚的人气 和刚到手的格莱美奖 视若无睹 对于吹毛求疵的人们来说 布鲁诺说到底 根本不是音乐界的大腕 跟碧昂斯 麦当纳 麦卡特尼 这些世界级的明星比 那是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然而当马尔斯 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被问及人选争议的时候 他回答说 无论我在哪儿表演 我的任务 都是让人们愉快 所以 无论我是去毕业晚会 婚礼 成人礼 格莱美颁奖礼 还是超级晚 我都会亲尽所能 无论结果如何 都随他去吧 你看 这就是你的任务 让人们愉快 让其他人去定夺 你是成还是败 一个伟大的表演者明白 以成败来论英雄 本来就是错的 表演者知道 要吹毛求疵 有多简单 因此 也不必去调分履息地 认真对待所有的批评 只要你尽力而为 把注意力 放在工作的品质上 而不是表演前的掌声 或者表演后 无望的责难上 你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对待 当你为表演感到紧张的时候 记住 始终要把注意力 放到正确的地方 那就是你要达成的目标 你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把你想好 并且排练过的发言内容 按计划说出来 把你想方设法打造的产品 给推出来 或者是把你定下的年度计划 给实施好 始终专注在会议 或者是谈判中 你想要表达的成果上 而不是去关心 自己做得好不好 或者是别人会怎么看你 当你足够专注的时候 你内心的渴望 就会把恐惧粉碎得一干二净 你觉得这样说是否有道理呢 不要害怕自己看起来很蠢 更不要怕被人批评 取笑 花时间去想这些 只能够让自己更受困扰 我们自己首先不要成为最糟糕的批评者 只要你尽力而为 把注意力放在工作的品质上 而不是表演前的掌声 和无望的责难上 相信自己 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那么 就让我们用今天学到的这些技巧 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 表现出更优秀的自我吧